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完全比照国际的这个规格来办 而且澳洲WSL他们也在线上替我们做技术指导 那我们很希望说等到明年 等到疫情缓下来之后 这个国际的那些选手们 可以回到他们最喜欢的台东金砖这地方 来参加冲浪比赛 今年这个可以说是全球唯一一场 也是最棒的一场在台东 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记忆 2020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在东河湘的金砖鱼港历经五天的赛事 共产出七组职业组 四组业余 两组团体与四组特殊组别排名 其中杜诺亚获得职业短板男子组 以及青少年组双冠军 海美新则是坐上了职业女子长板短板 双后冠军宝座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 特地的出席闭幕颁奖典礼 并且亲自颁发奖项 免利以及祝贺参赛的选手 此外台东市第十年举办的 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更精心的预备 由台东知名艺术家马尚老师设计的 冠军戒指 与相用台湾蓝绿随的 圆木镂空雕刻浪板造型讲座 要赠予所有的得奖选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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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一代 电视下的增加速度 公开表象的奖选手 但是你這牙齒變窄的 其他都會給你的啦 來看這邊聽到喔 前後 修用調整 來看這邊還一個 好 非常 很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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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者 郑大方在台东县东河湘的采访报道